好,这次课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Java中的关键字 在前面的课程学习当中呢,我们已经见过了关键字,对吧? 我们打开Eclipse 我们之前在HelloAMC这个例子当中 见识了五个关键字 分别是定义包的关键字 Hackage,访问修饰符 Public,表示公共的 定义类的关键字,Class 定义静态成员的关键字,Static 还有就是方法返回值的关键字,Void 除了这几个关键字以外呢 Java当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关键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PPT 大家一看会不会觉得 哇,这么多关键字,我怎么去记啊? 还是之前那句话,不用去死记硬背 而是根据我们学习的进度一点点的去理解和掌握 在后面的课程学习当中,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关键字 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记 其实呢,在当前阶段呢,希望大家呢,能把Class这个关键字记住了 知道它是定义类的关键字 其他的关键字的内容呢,我们在后面的学习当中还会专门去为大家讲解 那其实在Java当中呢,一共是有50多个关键字 还有呢,几个保留字 比如说,GoTo 这个GoTo呢,在有些语言当中它是用的比较多的 但是以后会发现呢,使用GoTo语句呢,会造成程序逻辑的混乱 所以在Java当中呢,我们把它定义成保留字,并不去使用 就是保留,但是呢,现在不使用,以后可能会使用 这就是保留字 关键字呢,其实呢,都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词,对吧 好,那关于关键字的内容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